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蛮多功能 但是也挺辛苦的 不过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现在一定要想着说 全台湾的民众都在等着他 究竟什么时候要下架 但江一话 你究竟什么时候下来啊 立冈 其实我说真的 我最近终于发现到 江院长其实是有功能的 怎么说 他有一个贡献 什么贡献 他凝聚全台湾人的共识 你知道 你看现在 台湾人在中央政府 在实际上风暴中表现差距 应该下台 认为他应该下台 你竟然告他73.93% 我不看下面字 我只看上面这个字 你有没有看到 居然有共同性的73.93% 这是行政院有史以来 最高最高的百分比 中华民国 自从蒋家父子以后 大概从来没有 这么高的民调过了 对 没错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情况 是啊 你瞎瞎看 占了这么大的比例 全部都是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中华民国 居然在2014年 居然会团结到这种地步 万众一心 这个万众一心 大家都要他下台 但是你的万众一心 是这个字 已经下台 下台啊 你看认为责任不在中央 只有17.33% 你看这个比例低到 连20%都不到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是苹果日报做的民调 那你会觉得这个民调 已经很惊人了吗 因为我们昨天不是说 他已经创到隔壁 不满意度最高几乎 到66% 今天苹果日报 已经到73.93% 我跟你讲 但是这个还不够看 还不够看 我跟你讲 再来呢 你知道一个网路民调上面讲 当然要自行下架 政府没有善禁把关职责 行政院长本该自行下架 以私负责任 百分比多少 96.73% 这个比例更高 我们该是创下全世界 民主国家的基础 快要百分之百了 剩下0.4 剩下百分之四 就百分之百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网路民调毕竟有一些 因为有人可能会灌票 然后有一些比较 勇于表达自己意见 就比较容易出头 但是一个行政院长 能够凝聚全民 这么伟大的共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他一个非常 我觉得也是他任内 唯一的政绩 就是能够凝聚 我们全台湾的精神 那既然全台湾人 都认为你该下架的时候 那你还不下架 你是要干嘛 你是要跟鼎晶一样 我勒令你下架 你才要下架吗 所以江院长 你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的未来吧 我们看到这样数字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 院长会在心里做个评断 还是董哥 你已经大胆预言 不管民调的数字 希望他下台的声音有多高 在现在此时此刻 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不管就选举的考量 或者是 就是整个政务的推动 政务的稳定性的话 他不应该下台 也不会下台 他下台的话 选举就崩掉了 国民党就完全完蛋了 就完全完蛋 你抓一个江一花来杀 你会被人家怎么讲 整个内阁所有人都辞掉了 那谁要来阻隔 好不存吗 怎么可能 也是另外一种思考 对啊 所以你现在看到 就是他现在的情况 江一花 他只好 只好去坐这个位置 他可能 我觉得以我对他了解 他可能真的 不是很想当 所以马总统要先把他稳住 就是我肯定你 你还是继续留下来 那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他是 就是大家都在找出口 譬如说昨天的出口 就陈威荣 南桥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 我们对你怎么信任 今天的出口江一花 江一花你怎么还在这里 就是每天都在找这样的人 你意思是说 需要把它分散吗 让这样的状况分散下来 让他不会矛头全部指向江一花吗 江一花跑不掉 因为他是行政院长 对对 立法院也在开会 所以他再怎么讲 跑不掉 跑不掉 大家守定他 就是前民守定他 那守定他 对他来讲 他压力很大 我觉得他现在心里讲 我巴不得 我现在就离开 对我最没有事 但是总统也不会让他走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就是烂摊子 要总统追高了 跟政治安定的考量 绝对不会让他走 你走的话 嫌疾更惨 其实刚才董哥讲到一个心理因素 就是现在全民都很生气 好像感觉上一定要有一个人下台 因为邱文达走得有点太早了 他如果这个之前没有迟的话 现在第一个下台的一定是邱文达 很可惜他走了之后 没有想到之后 第三报就出来了 现在全民的情绪就说 就算知道坏了这样一花 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是不是心里气比较平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一定是对的 可是这个是陷入两难的一种情形 对就是说怎么办呢 一个是让老百姓出气 可是其实我觉得出气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解决问题的 一个短暂的治标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容许这个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我老百姓 我不过就是下了班 我回家吃一口饭 你给我一口安乐饭吃 是这样的情绪 让人觉得说 我当我吃一口饭 我都不能安心的时候 我内心的那种悲愤 那种愤恨 那种恨意 老百姓的恨意 是我觉得执政的人 一定要注意 已经到这个缺乏了 当你第一次 同业绿素的油 已经对台湾的整个食安 已经是 当然更早 塑化剂已经是一个警训了 塑化剂那么严重的事情 如果当时的行政院长 当时的卫福 当时叫卫生署 如果痛丁思痛 如果地方他不小心做 你就应该增加人员 然后你激动编组 怎么样去做 总要提出个办法 塑化剂没有反省 然后同业绿素的事情 已经牵涉到这么多大厂了 没有反省 然后再来一次 饰掉那收水油 没有反省 收水油之后 如果那已经是 我觉得是紧绷 到收水油之后 你突然间又来一个饰掉油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 为什么这次人民的愤怒 是这么高强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愤怒呢 确实整个行政团队 这个事情呢 可能有一些轻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现在最生气的 魏家鼎星好了 就是是不是拿鬼 来这个勤鬼拿药单呢 因为鼎星的魏英冲 他其实在去年 大同混油事件 来重创GMP制度之的时候呢 他呢 这个被迫辞职 因为当的是GMP的理事长 可是在2013年的6月 魏福部成立一个实测会 要求这个食品厂家 自主管理 但是董事长 还是用鼎星魏英冲担任 其实这一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政府对于这个魏家鼎星 还是的这个 这个是相信的 是相信的 觉得这是一个偶发事件 所以其实就回头来 就是说刚才有各种的揣测啦 金兰也讲了说 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啦 但是这一年 刚好来解释 确实政府对这个问题 太大意了 而行政院的行政团队 是将院长做主 我知道 湘龙跟我们院长是同学 对不对 研究所同学 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内心是想做吗 还是就像刚刚董哥分析的 哇大势所趋 可能我的人头必落地 但是呢 我不能够现在走 我必须等到选举完之后 那江以化现在 现在该不该下台 我如果是江以化 我一定下台 此时此刻 当然 干嘛还等到选举完 我老实讲 我要我下台 就像小小董讲 我轻松多了 那是回台大教书啦 下台容易容易多了 在当下这个时刻 要下台容易多了 但是只是说 你当你到了这个位阶的时候 我常觉得当每个人 到了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你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考量 不能够就说呢 就快意恩仇 觉得呢 自己最爽就开始做 我之所以对于前任的经济部长 张家柱 张家柱各方面 我都给他肯定 下台那件事情 我极端不肯定 就是你不过承受了一些 别人的一些情绪性的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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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辱骂之后 然后你也没有犯什么错 那件事情根本就像刚开始 然后呢 你就坚持觉得呢 你不愿意受入 你就下台了 其实在台湾当下的 政治文化里面 不管谁当权 你都要有一点点 能够受入的能耐 那当然政治上面来讲 是另外一回事啦 选举现在快要到了 我觉得就算不考虑选举 选举输赢 眼前都不是 都不是什么 请不请辞的时候 不过这样一话 终究要面对一些 很残酷的事 这个是时刻 我不知道他给自己 怎么打分数 民调我就可以放一篇 他怎么给自己打分数 但是就算这个时刻 他说他撑下来了 可是40多天之后的选举 选票会打分数的 那个分数希望他能过关 其实我觉得 最残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现在不辞 接下来如果执政党 选的不够理想的话 像刚才立刚说的 他有几可能会用 他的这个政策 各种名义 他得下台 曾来你觉得 现在来这种分析的话 刚才我们有几位来宾说 这个院长不下台 是这个忍辱为国 你赞成吗 我觉得如果他看到了 那个小市民的新生 给他的给江院长的那封信 那个对他的评价是低 他特别用一个结语 他希望他教过的这些学生 以后不要对不起社会 这样的一个事情 来评断他自己 我觉得那里面那一篇 对他的这个评价跟伤害 其实最大 如果他是一个有风骨的 一个读书人 我觉得在那一篇当中 他其实是应该赶开万千 他里面点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那个混油的那个事情 他点到了一件事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马英九总统 他不称总统 他称先生 他说那个伤心不伤身 那个被拿出来讲 还有我们家吃的是进口橄榄油 到今天我想大家在这里面说 我们吃的是收水油 我们吃的是饲料油 我们吃的是被猪养的油 可能他家还是吃的是进口橄榄油 这就是这长期以来 台湾社会里面对于这两位高层 到现在极大极大的不满 那个愤怒 为什么会倒成这样的一个顶点 即便在这个状况下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江一华下台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要下台 还是要他下台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永远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是高高在上面 没有办法跟大家生活在这一起 你如果江一华不下台 那是他的抉择 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下台 我认为他应该下台 因为他并不能够把那个植物做得很好 但是你再位一天 你真的要痛定思通 为什么 因为太离谱了 卫福部已经在9月18号拿到正义的不法的市政 然后已经依送检调 然后他还告诉行政院长说 这个架上的油是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陷阱是你自己的官员给你的吗 我们两位男士有话要说 董哥 我觉得小视频我不相信啦 花六百万去登广告我不相信 那你觉得谁干的这个事情 我不晓得是谁 但他绝对不是小视频 小视频拿不出六百万 每一次登广告都会说是自己小视频 都会说自己是小视频 对啊 瓜哥小视频就是小视频 我完全不相信 就是说那这个当然是有他的策略啦 他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社会是很奇怪 我们现在魏英聰没有被收押 大家骂马航九江一话 因为我不收押 那是检察官的事 你今天要总统跟行政院长 去命令检察官去押他吗 你们不是每天骂马航九 黑手申进施法 结果马航九黑手申进施法 他所有的官司都输 金普聰被人家骂得那么难听 然后也告诉 施法他有人耐嘛 没有人耐 那今天检察官如果 我们觉得他不作为 我们应该给检察官压力 或者社会上应该说 你为什么 为什么半人偷偷拉他了 这个大家的力量应该出来 但是请相信 至少这一部分 司法是没有办法去干涉的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姜仪华今天 不管辞职好了 他不辞职的话 会不会影响 有些民众出来投票的意愿 会这样子吗 小龙 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台湾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我觉得 卫福部长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卫福部的任命很重要 因为这件事情 直接管辖 你的卫福部长 你用了谁 他的专长背景是什么 上来了之后 他对石安的想法是什么 有没有办法提出一套方案 让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人上来了之后 三个月到半年 我们在制度上面 可以做全面性的翻新 相信未来这个事情 即使不可能完全杜绝 但是他可以大幅的改造 这个是重要的 不过我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在看待这些公共事务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舆论平台上面 我觉得把事实的部分 厘清一点一点谈是必要的 如果说今天比如说 比如说马英九跟魏家的关系 或者谁谁谁跟魏家的关系 如果说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跟他仍然是那样子 那样子如胶似心勾勾地 这当然可恶 但是在三个月之前 半年之前 你说我就有未知知名 我知道魏家就是个坏东西 魏家在半年之前的时候 我其实不敢说他形象 两岸华人世界都很好 不差吧 就大家都会觉得说 去年底就不好了 整体来讲 他都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那最少也都是 2011选完以后的事 你就今天他出了事情 你说这一年来的 这些是油品的事件 大家慢慢地对这些做油的 那包括大桶 大桶过去在脏话 他也被认为是一个 很成功的商人 这些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还跟他按通缓取 然后甚至于发现 你就过重 过重胜命 这当然不好 但是不要回推说 你过去曾经跟他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不晓得民众 会不会就是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样一话要不要下台 可能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但是民众那个气 没有地方出 而且心里会怕怕的 因为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被理清 对啊 而且现在这样一话院长 看起来就是一个 跛脚院长了 许多事情都已经没办法做 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一架弯流飞机起飞咯 我们的司法 是不是也变成了跛脚司法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